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迄今已经造成至少32人丧身 死亡人数还有可能攀升 只有民众拍下龙卷风袭击的瞬间 当时他坐在车内 结果车身剧烈晃动 外头是强风暴雨 让他一度觉得自己要死掉了 男子坐在驾驶座 亲身经历龙卷风横扫瞬间 跟死神擦肩而过 只是这名男子算幸运的 来到田纳西州一间专屋餐厅 二楼竟然整个被风吹不见 地面满是砖块散落 美国最近频频出现龙卷风 中西部地区灾情惨重 包括阿肯瑟州 伊利诺州 田纳西州等多达八个州 都遭受波及 美国龙卷风浩发季节 通常在四到六月 但今年不但特别频繁 而且威力也很强大 气象专家也提醒 接下来除了龙卷风耗发 还可能出现冰雹或风灾 各地政府严阵以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周日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 呼吁立刻释放遭到拘留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格舍科维棋 布林肯在通话中表示 美国严重关切俄罗斯拘留美籍记者 要求立即释放格舍科维棋 同时要求莫斯科释放 立民遭到拘留的美国人惠兰 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 这次通话是由布林肯提议 但没透露对话的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 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告诉布林肯 格舍科维棋的命运 将是由法庭来决定 要求美方尊重俄罗斯当局 根据法律做出的决定 俄罗斯第二大臣圣彼得堡 周日惊传咖啡厅爆炸事件 造成一名俄罗斯军事布洛克死亡 这位布洛克力挺普钦攻打乌克兰 而且发表相当激进的仇乌言论 根据俄罗斯官媒的说法 他疑似是收下一座藏着炸药的小雕像 爆炸后当场身亡 冲击波往外窜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区 一间咖啡厅突然大爆炸 现场玻璃窗和露天帐篷东倒西歪 往里面看爆炸过后 桌椅一片狼藉 这场场场面爆炸 死者身份很特殊 塔塔尔斯基是一位力挺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军事部落客 原本在咖啡厅参加活动担任主讲者 塔塔尔斯基很可能因为政治立场 遭到锁定 他到过俄乌前线 靠着激进言论 在社群网站累积50万粉丝 还曾经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 而俄罗斯以间谍罪名 逮捕华尔街日报记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罕见打电话 找俄罗斯外交部长交涉 俄罗斯显然不想放人 同时又有对美国不利的消息 油价上涨可能缓解俄罗斯财政压力 也凸显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似乎下滑当中 第一月新闻最后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上周 因涉及支付成人片女星 封口废案遭到起诉 周日将出庭应讯 成为史上守卫遭刑事起诉的先任总统 川普周日下午将前往纽约曼哈顿法庭出庭应讯 由于川普主动向检方投案 所以戴着手铐出庭受审的景象不会出现 川普周日公布声明表示 应讯当天晚上会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发表谈话 就怕国会暴动事件重演 纽约市政府如临大敌 计划在川普出庭当天 关闭曼哈顿下城的主要街道 也传出川普律师团队正在申请更换省理地区 希望转换到政治立场 较为保守的事态等到 前总统马英九赴大陆祭祖和交流之旅 迈入到了第八天 他前往此行第四站重庆市 陪他一起前往的是大陆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 为何前往到重庆呢 抗日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蒋总统还曾在那里设事灌底 在南方航空的停机坪上 可以看到前导车先抵达 后面是马英九一行人搭乘的中巴 马英九下车后 先和陪他三天的湖南官员握手道别 再进航站楼 以最快的速度办理登机 即便昨天马英九的行程是到满晚的到了九点多 不过今天早上看起来神情还是相当的轻松 也精神看起来是不错的 你好南方航空欢迎你 马英九乘坐的商务舱 陪同的是大陆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 他还特地到后面和大家打招呼 随行的青年学生和随团采访记者则乘坐经济厂 其实我看到很多细节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规划 就是说这个道路这个设计 还有整个街景的那个样态 就是在之前这个细节是模糊的 但是现在我比较能够知道说 大陆现在具体上这个城市 它发展是长什么样 行程走了一半 大九学堂的青年学生 对73岁的马英九体力留下深刻印象 他应该比我们这些年轻人体力都还要好 就其实我们这次的行程都很紧凑 然后其实我就是二十几岁了都觉得很累 然后觉得马总盒他自己已经年纪这么 就是自身了 对还可以跟着我们这样跑 真的很不容易 学生们还把各站搜集到的徽章 别在胸前回去做纪念 这个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赠送的 就是花这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然后这个是就是我们团里面发的一个识别证 对就是我们都是认这个徽章的 然后这个是在湖南大学就是跟同学交换到的 抵达了昔日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马英九除了参观城市规划展览馆 中国三小博物馆 晚上会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TVB新闻于心汉陈旭义 叶峰伟林领珍重庆报道 前次后马英九一行人二日晚间前往到了湖南长沙知名的太平街商圈逛街 结果被热情的群众包围的几乎动弹不得 但相对于现场的明星光环 微博上的留言就没有那么友善了 还有人质疑马英九根本不是统派 大陆不用对他这么好 湖南长沙太平街商圈比平常的周末更拥挤 因为马前总统来了 一楼的热情不够 还有民众在二楼等候 连长沙著名的首摇影店 有排队民众看到马英九来了 也干脆不排了 这让随护很紧张 但马前总统则是随和的 用长沙家乡话跟大家问好 马前总统逛了长沙太平老街 当地人建议我们来这边 一定要空着肚子 因为美食很多 现在假日晚上可以看到 相当多民众在这里逛街 马前总统到了时候 更是急得水泄不通 现场热情欢腾 但在微博上 到了网民的回应就比较复杂 有人同样欢迎台湾前总统回家乡 但也有人质疑 现场这些都是临时演员 还有人说不惜看他来 别太抬举他 回根究底是有不少大的网民质疑 前总统马英九并非真正的统派 同样在微博上歪楼的 还有追场 马前总统2号下午参访湖南卫视录节目 现场互动温馨亲切 在微博上就有人调侃说 以综艺节目闻名的湖南卫视 果然是煽情第一 情怀拉满 还说电视台高层够厉害 可以去接统战部长了 相对于现场民众的热情 还有官方媒体四评八稳的报道 微博上总能秀出另一种大陆民情 TV新闻陈旭玉 林敏珍 湖南长沙采访报道 昨晚我蔡英文出访友帮瓜地马拉 最后一站来看由台湾出资6亿多台币建造的医院 瓜地马拉总统假败带当面感谢 蔡总统更当场爆出了撩妹金句 说蔡总统把瓜国人的心也带走了 瓜国小朋友收取两国国旗 夹到欢迎蔡总统 这是瓜国新落成的 骑马德南歌医院 由我国金元超过6亿台币所建造 辽媚金句拿出来 因为这是总统在瓜地马拉的最后一个公开行程 非常感动 总统你把他们的心带走了 那你的心会留下来吗 也是会留下来的 我们在过几个礼拜会在台北接待甲卖带总统 两国元首展现bodybody 起码德南歌医院一共花费225万美元 相当于6亿3000多万台币 先建18个月完工 这么大一笔钱和建设投注 达媚代自然心花开 大抢中国大陆 只是总统这一趟出访在瓜国之前过境美国纽约 接受哈德逊智库颁奖 却被旅美学者灵魂强摔 我们每年捐10万美元根本是买来的 让外交部驳斥 强调奖上的重要性可受公平 贝基总统这一趟出国门 不只是个人殊荣问题 目标还是得交出外交成绩单 我国外交处境不容易 透过帮助友邦给予实质的帮助 就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杀出一条血路 以上是TVBS新闻 吴奎言李泽衡在瓜地马拉的采访报道 巩固中美洲友邦 总统蔡英文第二站来到了贝里斯 伊底达被国军力盛大迎接 而总统也马不停蹄前往桥宴 他在台上还开玩笑问 考察团不就是来买东西吗 还好台下大喊 失去商业化 幽默化解 现场我刚才谈了我们有考察团的朋友 为什么你们叫自己叫考察团呢 你们不就是来买东西的吗 这下气氛瞬间凝结 让考察团似乎有些尴尬 还好幽默化解 总统雇中美周友邦才刚离开瓜地马拉 马不停蹄又到另一个邦交国贝里斯 第一场和侨胞参序 虽然贝里斯跟台湾距离很遥远 但是大家的心一直都很近 那这三年我们在两地 共同面对疫情的挑战 一百多名侨胞好久不见 蔡总统热情迎接 当地媒体更是相当慎重 大段报道连线出动多击 而贝国更是从总统一抵达 就盛大欢迎 军理迎接蔡总统来访 30度高温下见证台北情义 飞机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总统抵达贝里斯 要继续凭外交拱固友邦 以上是TVBS 这几年女性主厨努力在料理界 力争上游陆续获得肯定 但是要面对的困境几乎都是大同小异 包括要兼顾家庭或是外貌妆容 都有可能成为绊脚石 但日本香港都有女主厨 要用自身的例子 协助更多女性打破性别天花板 精致的妆容配上和声的中式服装 香港米其林二星厨师刘韵琪的作品 就像她带给人的形象一样 俐落当中带有女性的柔美细致 香港跟日本两位女主厨碰撞出火花 食物的美味除了食材还有创意 更多的是厨师的思考还有表达 Vicky once made scallops with kumquat sauce that was complex and full of flavor I was really impressed on my menu I made my own using seasoned citrus fruits they're salted and aged it's different from Vicky's sauce but I'm using the techniques she taught me 虽然拥有更丰富的情感跟创意 巧手制作的餐点 也能满足所有的感官享受 但女性厨师在男性主导的餐饮界 碰到的更多是困境 而且几乎是不分国界 男性厨师在男性主导的餐饮界 没有很丰富的 我们第一次见到 我们已经有很多关系的题目 因为在亚洲的女性厨师 我们的问题都很相似 男性站在厨房身份相对单纯 很多女性因为拥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 在厨房当中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有些女主厨在米其林餐厅里装容完整 还能兼顾妈妈的身份 但也有女主厨为了全身投入最爱的美食世界 突破经济甚至愿意牺牲一头售发 比起西式餐饭圈女性想要在传统的江户寿司界展纹脚跟 要有更大的勇气面对各种不同的质疑声浪 包括女性先天体温 不适合处理生鱼的刻板印象 都得要一一打破 才能成为营作第一位女性 首次大将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突破新别天花板 对餐饮能够有不同的机会 还有追求 装饰夏子也走进校园传承经验 来到自己的母校展开教学 无关男女只专注在 对料理的热情让这些亚洲女厨闯出一片天 性别从来不是局限她们的框架 反而带给她们更多的自由 透过她们的巧手 餐桌上的每一件作品 都能成为感动人心的艺术品 七月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第一线线上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您好 林音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西方持续均援乌克兰 但是德国的国防部长受访时表示 德军无法在2030年前填补现有的军备缺口 还说不能把一切都给别人 想请问您的是 德国拒绝军援开枪 开了第一枪之后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西方国家跟进呢 是德国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采取非常务实的态度 虽然我们看到乌尔战争开打之后 德国在第一时间 尤其德国总理萧子在第一时间 大家回顾过去的新闻 在开打之后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大概一个月之内 德国总理就特别强调说 德国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强化它的军事准备 而且当时他提出来的是 德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 必须要增加军费 那当时他就提出来 德国要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要把军费提升至少是1000亿美元 做出这样的一个准备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 整整一年的时间 事实上德国一直到上个月 也就是在2月的时候 就基本上将近两个月之前 才正式的通过了第一笔 增加了大概300亿美元的预算 而这300亿当中 其实还大部分是要用来采购过去 已经编列过提案的 所谓的新的军事的设备 换句话说 其实德国事实上 在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看到了沃尔战场上面的 战火非常的猛烈 可是德国对于军事上面的准备 其实说得很大声 但是做的还是比较少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的国防部长 在检视了德国现在的军事实力 跟军备的这种准备之后 他会特别的强调说 德国恐怕要在2030年 才真正的能够将德国的军事的设备 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程度 成为真正的现代化的一个进旅 那事实上德国在过去这几十年 一直以来 他的国家的国防预算 大概都在1.5%的GTV左右 那只有在乌尔战争开打之后 才正式的开始做一些调整 就像我们所说的 讲得很大声 但是做的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德国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说 德国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有的军备 都拿出来来援助乌克兰 这个其实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过去这段时间 曾经还发生过 德国打算要捐给乌克兰的军事物资 是刚亏 而不是真正的战场上面的武器 种种的因素 都在在的反映德国 他的务实的态度 那至于说 德国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不是会影响欧洲的国家 短期之内 其他的国家恐怕还是一样的 会强调要继续的支持在乌俄战场上 受到侵害的乌克兰 可是我们必须说 非常务实的来看 这场战争越拖越长 各国也必须回过头来 垫垫自己的资源 跟垫垫自己的荷包 到底有没有办法 持续的来给予援助 德国他确实是开出了第一枪 他做出了这个动作之后 其他的国家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短期之内不会很快的 很快的变卦 但是长期来说 也许口头上面 还是会强力的支持 可是能够拿出来的东西 恐怕会越来越限缩 这个是未来 我们要后续观察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变卦的呢 来看到这个国家了 就是芬兰 举行了国会大选 右翼的在野党 国家联合党 已经宣布胜选 推动芬兰加入北约的工程 也就是现任总理马林 将会让出国家领导的大会 想请问教授 芬兰变天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 有可能改变吗 是我们从外部来观察 我们都会觉得说 芬兰的变天 会不会直接的影响到 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们很快的说结论 这个结论是芬兰短期之内 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在乌俄的战争 这种比较道德上面的 政治正确的议题上面 不会有人大幅度的去改变 现在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芬兰也是如此 即使是这个芬兰的新的 新上任的新选赢的政党 他的代表人 他的领袖欧尔波 也特别的强调 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 那当然我们说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 口头上会不会改变 而是必须要检视芬兰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继续给予支持 为什么过去强力支持 乌克兰的马林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即使他的民调 他的人气还是很高 可是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胜选 甚至是他的政党 中间偏左的政党 还调到第三名呢 他必须 我们必须从非常务实的 所谓的经济 也就是一般的选民 他所感受到的经济生活 受到了影响来看 事实上马林在上任的时候 他是全欧洲 全世界最年轻的总理 他上任的时候 带了非常多的 所谓的进步派的议题 包括了社会福利的政策 包括了公共的教育 都是马林主打的政见 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些政策 都是非常花钱的 所以非常受欢迎的马林 年轻的总理 他带给芬兰的是很多的社会福利 可是他也同时带给芬兰 立刻出现的是高涨的债务 芬兰在马林执政的这段时间 短短的这几年 事实上芬兰的国家 债务跟GDP的比例 现在已经高达了上升到73% 相较于周边的北欧国家 这个债务跟GDP的比例 大概在30% 大家就可以想象 73%对上30% 可以想见的是芬兰这几年 他的债务扩张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 如同我们所说的 社会福利 他是非常花钱的 一般的民众 确实感受到物价上涨 确实感受到这些福利很花钱 那当然就对于马林 会出现一些负面的观感 这也导致了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即使他在很多的进步议题 即使他在支持乌克兰上面 感觉起来是受到欢迎 可是一般的民众 还是非常务实的来看待 这个芬兰的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右派的 比较保守的势力 这一次会获胜 那我们说要不要支持乌克兰 我刚刚特别提到 支持乌克兰 这是目前为止 对于全球一个民主国家 政治正确的说法 但是真正的挑战 对于芬兰 或者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 真正的挑战在于 国内的经济 到底能不能支撑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国家的支援 尤其是欧尔波 也就是新任的 未来很有可能接任总理的 这个欧尔波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就特别提出 他的主轴会是 在未来上任之后 立刻的想办法 削减芬兰 现在高举的国债 而且他希望目标 是削减65亿美元的国债 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你要削减国债 当然从各项的优先顺序来说 是不是对于乌克兰 或者是对于其他的 所谓的对于其他国家的援助 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 优先顺序上面 到底是以自己国内的 这些议题为重 还是以继续援助乌克兰为主 所以我们在考虑之后 从理智的判断 大概不难想象 口头上的支持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德国一样 欧洲国家继续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荷包里面 能够拿出来的真金白银 到底有多少 包括了军事的设施到底能够做到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后续可以观察 那当然从现在芬兰面对到的 经济上面的挑战来看 我个人会觉得 芬兰当然还是会支持 可是支持的力道 跟支持能够拿出来的资源 会比较有限 更何况大家别忘了 芬兰在近期还成功的加入了北约 加入了北约之后 军事的设备要符合北约的需求 芬兰提出要至少把 这个国防预算提高到提高到GDP的2.25% 这笔钱如果也必须要因为加入北约而必须要落实的话 在财政互相的挤压的挤压的状态之下 对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够支持 继续强力的支持 我想问题会出在经济的实力上 而不是出在意愿上 而纵约时报也报道了 中国大陆正在密切观察俄乌战争 以便可能为出兵攻打台湾 做最佳的准备 那反过来说呢 想请教教授是台湾又能从俄乌战争中学到什么呢 是从俄乌战争当中 全世界都在看俄乌战争 对于台湾而言 我们常常在讨论 过去这一年台湾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们想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如果真的不幸要面对所谓的军事冲突的时候 那么当然我们就要做一些备战的准备 如果从备战的准备这个角度来分析 可能简单的来看 第一个是台湾的军事的设施 军事的武装力量到底足不足够 我们可能要看乌俄战场上面 包括了俄罗斯的攻击的方式 乌克兰的防卫方式 台湾在相对应的这些武力设备上面 是不是有足够的条件 来因应一场真正的军事的军事的纷争 我们当然看到了很多的军购案 可是这些军购案跟一般的人民的认知 以及我们在乌俄战场上面 看到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比较残酷的对决 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有相对应 我们需要训练 目前我们的国军 是不是有充足的这些武装设备跟弹药 这些是我们在军备上面 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再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军心士气 台湾的民众到底有没有相对的信心 以及军事的心理准备 我们简单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台湾大家面对所谓的防空警报来袭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到底要立刻做出哪些动作 如果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就代表我们的军心 跟我们的一般民众的准备 可能在层次上还没有到达一定的要求 那么当然我们要想尽办法 不要面对这样的战争 所以除了备战之外 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外交跟所谓的沟通方面 在透过什么样的协调方式可以来避战 在面对避战的问题 我们从乌俄战争上面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乌俄战争现在已经不只是战场上面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背后双方的支持 以及中间的调停者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想象这样一个状况 在从乌俄战争看回台湾 台湾面对的是两岸的局势比较紧绷 两岸之间到底有没有沟通的桥梁 又或者是说当台湾选择 在中美之间选择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 非常清楚的站边的时候 未来如果真的发生 发生比较剑拔弩张的气氛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台湾的盟友 而且愿意在两岸可能需要沟通的时候 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调停角色 现在的乌俄战争有土耳其 有中国 有南非 在两个国家之间还可以做出沟通的桥梁 台湾也必须思考 如果未来要避站 是不是有这样的沟通桥梁 台湾的对外的关系 哪一些国家同时也可以 跟北京保持良好的互动 未来也需要这样的沟通协调者的角色 这些都是台湾可能要去思考的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 还是必须要说 乌俄战争给台湾最大的一个讯号 应该是战争没有赢家的这个消息 战争没有赢家 我们看看现在乌克兰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的统计 在今年到2月统计到3月2、3月为止 乌克兰的重建的费用 已经高达了4200亿美金 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真的在战争之后 不论胜败真的停战之后 乌克兰要重新回复到 可以生活可以平常平静过日子 基础建设要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至少要4200亿美金 这个数字跟半年之前 已经差距了700亿美金 而42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4200亿美金是两倍的 2022年乌克兰的全国的GDP GDP的所得也2.6倍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乌俄战争告诉我们的经验 其实不是我们备战 或者是我们要买多少的军备 恐怕更加应该去思考的是 当战争没有赢家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面对 这样的战争的考验 这是全国人民或者是 甚至是美中台三方 必须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战争没有赢家 大概是乌克兰这一年以来 乌俄战争这一年以来 给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的讯息 这时候刚刚教授都一直不断强调说 各个国家其实都是用 非常务实实际的角度来 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那现在可以看到同样身为军援 乌克兰的G7成员国日本 他最近也重新进口了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 而且是不用受60元一桶的限制 想请教您这是否也显示 日本在和西方盟友一起支持 乌克兰的立场上摇摆不定呢 日本是不是跟西方盟友的立场摇摆不定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在最新的 跟俄罗斯购买原油的时候 他所用的价格是68 大概是68.5一桶原油 来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俄罗斯的石油 这个价格当然已经高过了西方国家所设定的 对欧盟国家所设定的60块一桶的上限 也就是说日本是不是是一个例外 日本为什么有这样的例外呢 其实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斡旋出来的结果 日本对于俄罗斯的原油的依赖 如果以数字来说 日本对于俄罗斯石油的依赖是占了 俄罗斯的石油占了日本全部输入 进口石油的4% 在天然气的部分占了 日本天然气进口的8.8% 乍看之下这个数字并不是非常的高 大家会觉得那只要找替代的来源就可以了 偏偏受到乌俄战争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全球在现在的情况 在现在这样的乌俄战争的阴霾之下 事实上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替代来源 再加上日本事实上过去呢 在跟俄罗斯之间在整个北海 北海的区域 在北边的地方 事实上有好多的油气 至少有两大项的这个 所谓的油气设备的共同投资案 而现在呢 都等于是在中止的阶段 中断的阶段 如果跟俄罗斯撕破脸 事实上日本非常有可能会血本无归 也就是日本其实有把柄抓在 抓在俄罗斯的手上 同时日本又对俄罗斯的天然气 有所依赖 而且找不到所谓的替代能源 导致日本在跟台湾 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 是日本非常需要 从外部来输入能源 对于日本来说没有能源 就像日本 就像韩国 就像台湾 当你没有能源的时候 日本的工业 日本的电价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日本不得不跟现实低头 必须要重新思考 怎么样能够重新开启 跟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买卖 当然我们这根必须要连结到 就在不久之前 岸点文雄首相 特别造访乌克兰 其实在传递给其他的G7国家 一个讯号是日本在未来 虽然跟俄罗斯继续采买石油 为了国家生存的命脉 为了能源的安全 采买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日本未来肯定会跟G7的 其他国家一起 在针对俄罗斯 针对乌克兰的重建经济的部分 可以提供更大的助力 也就是说有一个条件交换 在背后日本会帮助乌克兰 在其他的地方帮助乌克兰更多一些 这也是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 日本是不是跟其他的G7国家 背道而驰 基本上日本是为了他自己 非常务实的如何来生存 跟其他的G7国家 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 那当然G7的国家 了解日本的状况 愿意允许日本这么做 后续希望要求日本的 是未来日本在对乌克兰的援助 恐怕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当然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的考量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各国在角力当中 各国在各种的条件当中 怎么样守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又怎样可以让自己呢 可能是跟其他的盟友 不至于撕破脸 或者是不至于 不至于跟大家走的 走的不一样的方向 而镜头转回到美国国内了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遭起诉之后 最新的民调显示 党内支持度反而大声 但是有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 川普如果有罪就不该当总统 他请教教授 您认为川普旋风能够再起吗 会不会让美国党派之争更撕裂呢 美国党派之争已经很撕裂了 现在两党的竞争 基本上是这个水火不容 蓝红之间的对决是非常的分歧 那尤其在红的这个政党 也就是共和党内 事实上现在共和党 党内的初选已经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白热化 川普现在仍然是在领先的 这个一枝独秀 目前还是有超过半数 根据最新的民调 大概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者 支持度大概还在50% 甚至稍微超过50一些 尤其比较令人好奇 也许外界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在川普有这么多的 比如说贪污逃税 甚至是留下这个机密文件 把自己机密文件带回家 这么多的种种的疑云 甚至有可能遭到起诉的情况之下 仍然获得共和党的支持 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 对于共和党来说 很多人认为民主党 是刻意的要找川普麻烦 这是一种司法的政治迫害 因此共和党内 事实上很多的支持者 对于川普遭受到司法迫害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感受 反而是更加的同仇敌慨 反而是凝聚在川普的背后 但是这种凝聚力 会不会继续的延续 一直到初选结束 会不会让川普能够 顺利的刮起这个旋风 其实现在还言之过早 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川普曾经做过总统 所以他在全国的高知名度 让共和党内的很多的 共和党的选民 就算在乡村地区 也都认识川普 对于他毕竟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喜欢和不喜欢是蛮明显的 有一个民调数据 就可以来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差别 他的知名度有多大的帮助 对他的选情有多大的帮助 有76%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是支持 是对川普有好感的 但是有21%对他是有反感的 基本上就占 基本上共和党 没有人不认识川普 这是川普的优势 可是这也可能是他的劣势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第二名的佛州州长 迪桑德斯 他自己目前的这个好感度来到68% 但是有10%的共和党的选民 事实上对他不甚了解 还有10%是还不知道 他迪桑德斯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另外不喜欢迪桑德斯 大概也只有10% 也就是说 新的这些共和党可能的挑战者 对川普来说 现在川普领先的优势 是来自于他的高知名度 等到初选真的进入到辩论阶段 当这些挑战者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跟川普进行言辞交锋的辩论的时候 或许个人的魅力 其他挑战者的个人魅力 甚至我们说佛罗里达州州长 为什么快速窜起的原因 是因为他很年轻 而且他有一定的这个 非常精力充沛的论述的能力 这样的一个挑战者 事实上对川普来说 现在川普的领先 可能不见得能够维持到最后 川普的悬风会不会烧到2024的大选 会不会在2024大选 变成川普再对上拜登 事实上现在看起来 现在的司法的风暴 对于川普来说 有一点点帮助 可是就如同我所说的 2024年是不是真的 川普对上拜登 还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川普还要继续的努力 当然共和党内的其他挑战者 也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一定会继续的 对川普进行一些挑战 所以2024的大选 美国国内共和民主党之争 现在才正要开始 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非常谢谢德州州立大学 翁宇忠副教授的精辟分析 谢谢你 感谢 接下来看到的是 AI新科技融入南韩当地安养院 例如年长者可以亲手 现摘生菜的室内智慧农场 还有最新科技检测仪器 只要看着镜头 就能够测血糖和血压 来看TVB的新闻合作伙伴 Yohab News TV的报道 几位老人家用塑胶棒 碰触墙上投影的积木 集中精神进行游戏竞赛 玩得很认真 另一边工作人员正在教老奶奶 如何使用自助点餐机 刚开始一头雾水 多练几次上手后有了细心 老奶奶露出开心微笑 这里还设置了室内智慧农场 老奶奶每一餐都能亲手现摘 自己种的新鲜生菜配饭吃 还有这个最新科技检验仪器 只要看着镜头 就能测血糖和血压 甚至可以针对失智症早期诊断 这里不是医院或地方自治团体 营运的老人福利中心 而是随处可见的安养院 今年初南韩KT电信公司 和春川市以及大韩老人会 在春川一间安养院 引进智慧设备作为示范场所 어르신들의 여가와 복지에 필요한 콘텐츠를 제공하고 낯선 디지털機器와 친숙해질 수 있도록 장비를 구성했습니다 처음엔 서툴고 어려워했지만 지금은 경로당을 찾는 어르신들의 수가 조금씩 늘고 있습니다 南韩许多机构 都兴起融入新科技 想要变得智慧 AI科技当然少不了 AI聊天机器人 Chad GPT爆红之后 南韩IT企业也动起来 在聊天软体 添加AI聊天功能 甚至韩的 一对一练习英文绘画 AI对话 不是课本上 预先编好的 剧本台词 无论有什么问题 需求 都只要花十来秒 就能解决 欢迎回来 台南市古迹景点 20年来首度调涨的门票 包括安平古堡 一载金城等等 票价都涨了20块钱 有些人认为 古迹是要维护 涨价是能够接受的 不过部分由于还在整修 有些人就觉得 CP值不够 至于涨价原因 是因为人事和修缮 维护成本增加 劳动部3月29日 召开了基本公司 工作小组会议 预计今年将再度 调涨基本公资 然而有近于 经济发展的幅度有限 今年涨幅恐怕不比去年 不过现在劳动市场 面临最严重的问题 是缺工 业者表示 就算加薪 也很难勤得好人才 也是现在各家 都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想要 怎么整理头发吗 亲切替顾客服务 造型设计师Gino 年轻时从学徒做起 一路学习打拼 到现在经营自己的法廊 但却发现 愿意投入这行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 以前会比较像是那种 你来我这边学习的话 我是还要再付给你钱这样 但现在的话 是我们给他很多钱 他可能也还不会想要学习 像之前大家是渴望 一技之长 大家以前会想说 你不会读书 你可以学个一技之长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改变 我觉得现在的学习管道很多 就大家可能在 这种专业技能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即便现在没法学徒 薪资高于基本工资 不像过往必须领低薪 当缴学费 但Gino发现 不少年轻人 与其从头慢慢学技术 不如直接做外送 钱来得更快 也不必担负责任 现在劳力密集型产业 越来越难请到人 像是这间位在东区的法廊为例 整家店就只有一位约聘人员 而且还是以柜台工作为主 设计助理是越来越难找 但是今年度准备要调涨基本工资 对于人力需求的缓解 似乎仍效果有限 劳动部3月29号召开 基本工资工作小组会议 劳动部定调 基本工资仍会朝调升方向前进 只是涨幅多少 还得依照经济成长表现 来做调整 而资方也没有反对调涨工资 毕竟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同样需要大量人手 晚上才营业的居酒屋 下午就已经开始忙着备料 老板阿诚过去也是从基层做起 累积一定的实力决定自己开店 不同于外界想象 认为调高基本工资 会让业者感到吃不消 老板认为现在是多花钱 都请不到人 对业者而言基本公司调涨不是问题 毕竟钱能解决的都好办事 但问题是给了钱 都不见得请得到合适的人 以餐饮业而言 他们开出的待遇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高出基本时薪的 但是仍然找不到人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开店开始 包含电费水费 通通都开始赚钱 而今年夏天 最高电费还要调涨11% 对业者来说 更是极大的冲击 根据电价调涨方案 商业小商家1500度以下不调涨 1500度以上调涨3% 3000度以上调涨5% 也就是目前每月电费 大约超过4500元 就可能被调涨 但以餐饮业而言 根本不可能仅仅如此 只要到暑假 我跟我的居民聊 大概七成五以上 都是会超过 所谓政府的一些 不会涨价的范围之内 基本上电费都会5000块以上 那对我们商讯的店家 不管是早餐店 咖啡店 一些餐饮业 比较基本的餐饮业 电费夏天都是超过1万 所以对于我们店家来说 负担非常重 台湾基本薪资近年连年调涨 对资方而言 其实影响有限 而真正指领基本工资的牢房 其实少之又少 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物价上涨 以及劳动力短缺 最近这两三年来 一方面受到 这个整个人口结构的影响 少子化的影响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这个 那个移工没冒进来台湾 那这种情况底下 各行各业都在缺购 所以各行各业都在调高薪资 再加上我们基本工资 也是要往上调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纵使你调高了 如果你的调幅 没有比其他的行业来得高的话 你还是找不到人 总体而言调涨薪资绝对是好事 然而不论是牢房还是资方 持续增进本身条件 在真财以及求财市场 才会更有竞争力与吸引力 TVBS新闻陈如环顾上军 台北报导